带这个身上带这个佛像进去上这个净房 是有功还是有罪呢 现在没有错 现在是要看你的心 净土法门跟密中讲的是什么 就是他力 养胀的他力 所以密中你走到哪里都是加持观点 持咒三密相应 观想本尊 那净土中到哪里都是念念 都是求阿弥陀佛加倍 所以八大宗派里面两个宗派 他是靠他力的 就是净土中还有密中 好了 那现在你说带这个佛像或者是经咒进去净房 是有功德还是有罪呢 那要看我们是什么心 比如说你现在你是怀着恶心不好的念头 你上这个故意的那这当然就有罪了 但是现在有很多人 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因为民间的信仰加上佛经里面 你只要佩战不问净会都会跟你加倍 好啦 那你这个小朋友呢 小baby呢 他怎么分上进房不上进房呢 再来 再来 阿弥陀佛说他是一个残障的人 他也希望求佛加倍啊 是不是 还有他如果失智了 或者是年岁太大了 他也希望佛佛加倍啊 再来 那如果 往生的人 活着的时候 觉得 我这辈子努力最大的目标就是往生极乐世界 那么往生极乐世界 需要他力 当然其中最后还是要靠智力 他力 来 想 想呼应 来感应 才有办法 好了 那么我 他在那个地方 躺在那个地方 祝念了 现在就要看人家了 看个人 你要不要盖往生贝呢 要不要盖三张作伦呢 要不要撒金光明沙呢 你打开大仗景 用毗陀佛真那佛大灌顶光真言加策二十亿遍 撒在亡灵的额头 身上 能灭武力十恶重罪 急身净土 那相不相信呢 那就看个人了 那咒轮了 那个大仗景 大宝广博楼阁 那个咒轮大仗景是有根据的 再来 往生贝 在清朝以前是不流通出来的 他是皇宫贵族里面才用的 后来啊 众生福报比较大 就比较普及化了 你不盖也行 那你要不要撒金光明沙呢 要不要放咒轮呢 这个 都有依据的 那是不是我们求生净土的人 要给自己一个机会 那你如果说不要用这个 那当然也是一种尊重啊 所以 现在就是说 你问的这个问题 仍然回归到我们的心 的内在世界里面 心的内在世界 的世界里面 所以在大宝尔经里面 经典里面讲啊 法由法行而显 而你今天的写法呢 不一定你叫做写法 法必须由这个法行 行啊 注意哦 叫做实践 法你必须去实践的人 你才能够品尝到 如来法的喜悦是什么 今天把大家的 讲一讲 讲一讲 大家都会啊 上台讲一讲 课本念一念 是不是 大家都会啊 法 由法行而显 你要很清楚 法 一定要有法的实践 才能显示 法 在内心里面 实践如来的真实意 所以 这个要很清楚的 不是听 能讲几句 也不是说 我 能被几句 它必须要落实到 神口意的实践 说了一切相 真的就不住相 这才是真的好的佛陀的弟子 佛陀说的就是这样去实践 如是知 如是见 如是行 这样法在内心里面就 神根 發芽 发芽 神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